孙女已经17岁 爷爷却还要给她洗澡 她仔细清洗着少女光洁的后背 一寸也不放过 少女十分享受 还露出甜美的笑容 半夜等少女熟睡 老头拿出卷尺测量少女的尺寸 等到她成年 两人就约定结婚 她翻开日历 看着婚期越来越紧 老头脸上的笑容愈发藏不住 做完一切 老头也上床 每天必须抚摸一下少女的肌肤能入眠 原来他们并不是爷孙 少女在七岁时被老头捡到 随后就一直住在这船上 十年来两人相依为命 老头每天都会从岸上再来钓鱼课 这便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一来二去 大家很熟了 自然也知道两人的事情 每次少女都会给他们送上啤酒 可总有客人对她图谋不轨 扎毛男一把拉住少女 帽子男趁机将她搂在怀中 说着说着 她的手就不老实了 这一幕正巧被老头看到 三人被吓到 顺势看去 老头又在拉弓了 帽子男见她这次对着自己 下得赶紧将手收回 少女笑笑 淡定拔剑后回到船舱 两人也老实了 随后扎毛男来找老头算命 原来老头还精通这个 他首先将彩色条带绑在少女手腕 让他坐在鞦韆上 两条白嫩的大长腿在眼前晃动 船身画着一面彩色佛像 老头将小船停在正对面 拉起弓 剑躲过少女 不偏不已设在佛像上 这可惊呆了扎毛男 少女拔下剑 附在老头耳边低语 老头像是听到了什么大话 随后又转述给扎毛男 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不敢耽搁力马上传回家 生怕老婆送他一顶绿色帽子 少女无事便在船上练剑 吹着海风晒太阳 生活十分惬意 这天来了两个客人 少女一如往常前去帮老头搬物品 这次掉出一双婚鞋 他愣了一下 老头将婚鞋当宝贝室的锁进橱柜 看着他满脸笑意 他是真的很期待结婚的日子 与此同时 两人假意将少女招呼过去 长发男趁机将鱼放进他的衣服 随后他们以帮忙找鱼为由 对他上下起手 少女意识到危险 给了短发男一巴掌 下一秒 一只剑从眼前划过 再一看 老头已经走到跟前 两人立马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钓鱼 老头将鱼掏出扔在长发男脸上 拉着少女就离开了 他感觉没面子 于是两人商量着要给老头点颜色看看 在他面前欺负少女 两人仗着自己年轻 将老头绑在甲板上 随后立马冲进屋里 少女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起身从侧门逃走 两人紧随其后 却被少女带着兜圈 他故意等着两人 让他们看见他躲进船舱 两人果然上当 也打算跟下去查看 可他凭借对船舱的熟悉 早已逃出船舱 回到屋里拿上弓箭 他爬上甲板 面带微笑地看着两人 此时他们也看见了少女 两人完全不敢动 少女精准击中目标 还不忘回头冲老头笑笑 两人被最后一箭 吓得连连后腿 少女露出不屑一笑 很快 渔船又迎来一批客人 不同往常的事 其中有一个 和少女年龄相仿的男孩 少女一直待在船上 第一次看见年轻人 看得出来 他对男孩充满了好奇 这一幕被老头看在眼里 他的眼神总会不自主看向男孩 还露出微微笑意 他走上前 摘下他的耳机自己戴上 原来里面会放音乐 他从没听过 看到少女甜美的笑容 男孩也不禁深险 他拿出随身听 想和少女套近乎 可不管他怎么问 少女都不答话 只是看着他笑 船舱的老头看着两人你浓我浓 终是忍不住上前 扯下耳机就将少女拉走 以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 夜晚 男孩睡不着 想来找少女 没想到拉开木板 正好看到老头在给少女洗澡 他惊呆了 少女也看见他了 因为对男孩有好感 所以一直对着他笑 两人就这样互传情愫 隔天 男孩向爸爸询问两人的情况 这才得知少女是老头捡回来的 自那以后就没离开过船上 而且两人准备到时间就结婚 男孩听了有些不满老头的做法 他也为少女以后的生活感到痛心 随后 男孩爸爸让老头帮忙算命 还是一样的操作 老头拉公准备 男孩看着这架势有些猛圈 一箭射出后 不禁担心少女是否会有危险 他将结果告之后 男孩爸爸后 就爬上桅杆拉公勤 看着老头的笑容 这应该是个好结果 很快 男孩一行人就要回去了 少女满脸不舍 他在临走前将随身厅送给少女 两人就这样对视了很久 一切静在不言中 少女就带着随身厅给男孩送行 自那以后 少女天天带着随身厅 就连老头说话也不理 他算得不行 一把抢布直接扔掉 少女瞪着他 表示自己的不满 洗澡时也不再顺从老头 就是闹脾气 气得老头大半夜跑去拉琴 就连老头送的礼物 也直接扯下扔掉 还故意坐到客人身边 甚至贴了上去 老头气疯了 直接将客人赶走 晚上直接将日历减去好几天 少女将剑对准了老头 可最终射进海里 这一剑代表了他的情绪 代表了他的不满 老头看到此景也不再说什么 他知道少女的心已经不再属于他 趁老头不在 少女换上婚服 在海风的沐浴下 戴着没有连接的耳机 竟想对男孩的思念之情 没过多久 男孩再次回来了 少女又恢复之前的笑脸去迎接 他望眼欲穿 唯独向男孩伸出了手 他全身心都在男孩身上 没发现老头这次回来 还带了两只鸡 两人在甲板上开心地拍照 老头怒火中烧 一剑射在沙发上 少女死死瞪着他 扯下剑直接当着老头的面掰扯 见少女离自己越来越远 老头直接死下一夜日临 让婚期提前举办 半夜 少女趁老头熟睡 竟然偷偷选进男孩的被窝 看着心爱之人就在眼前 他忍不住上前抚摸 男孩直接被吓醒 眼见少女主动出击 他也不想再隐藏性命 这时老头找来 打断了两人 看着他气得发抖地裂 少女竟有一丝害怕 男孩直接被赶走 他将老头痛批了一顿 还扬言要带着他父母回来 老头心情极差 直接赶走了众人 没想到少女听了男孩的话 竟想直接开船逃跑 不料被老头发现 调转方向 又将船开了回去 老头看着已经心生怨恨的少女 他撕掉日历 决定过几天就成婚 随后用锯子将上下床 改成双人床 这就是他们的婚床 男孩带着寻人启事回来 他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找他 却被老头直接揉作一团扔掉 他的意思很明确 少女就是他的 谁也抢不走 见男孩再劝少女一起走 他从屋里拿来弓箭 对着男孩就射了过去 少女见状赶紧挡在前面 看着他倔强的表情 老头只好放下手中的弓 他转头去修理船舱 将怒气直接发在这里 却不慎将自己弄伤 少女看到满是担忧 他去给老头擦拭 想着他要离开 越想越气的老头一个没忍住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见老头没完没了 男孩赶紧上前护住少女 看着少女满眼泪痕 老头也无可奈何 事已至此 男孩让老头帮少女算一次名 看看他到底是去是留 可这次 老头的眼神不再坚定 动作也失缓了不少 直到最后一件 他已经满头大汗 手也不自主地开始抖动 男孩怕少女有危险 情急之下晃动了秋千 上岸后 少女将结果告知老头 他没说什么便离开了 结果已定 老头知道再留也没用了 隔天一早 两人乘船离开 没走多远便开不动了 原来小船的尾端被套上了一根麻绳 而老头已将另一头套进自己的脑袋 他已被勒至门槛 眼睛已经充血 浑身动弹不得 少女这时察觉了一样 连忙将麻绳砍断 老头就此得救 少女将小船开回 他赶忙将麻绳取下 眼里满是心疼 看着老头此等模样 他妥协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便在甲板上卷行一试 男孩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这场不平常的婚礼 喝了酒 吃了澡 放了鸡 就算里成了 两人来到小船 老头解开少女的衣服 亲了少女一口后 便默默走到一旁拉起了公顷 少女听得如痴如醉 小船摇摇晃晃 他很快便睡了过去 老头冲天空射出最后一箭 接着张开双臂 纵身一跃跳进海里 老头再也没上来 梦中的少女像是被操控 身体不自主地挪动 突然 一只剑从天而降 正是老头射出那只 随后少女不断扭动着身躯 像是在银河什么一般 事后 少女缓缓起身 身下却出现一抹红 最后 两人带着少女离开待了十年的渔船 此时渔船开始下沉 他面带微笑挥手告别 渔船沉默 一切都结束了 少女最终选择报答老头 选择与之成婚 老头的愿望也达成了 而这段仪式超越了年龄和伦理的限制 颠覆了人们的三观 但他将少女困在渔船十余年 满足自己的私欲 着实也让人不敢苟头 男孩带来的随身听和手机 对少女来说十分新鲜 激发了他的好奇 老头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少女想离开的心 于是举行仪式后便自杀身亡 让少女获得新生 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任何事物都阻止不了社会进步的车轮 固然守旧必定会被世界淘汰